山壁有人徒步通过 还用头巾背着大篮子 里面装了满满的高丽菜 还有人把整篮扛在肩上 这篮装了35斤的高丽菜 脚底下没有路 是倾斜了山壁 是很危险啊 如果没注意的话 就是直接下去啊 大面积的崩塌造成道路中断 路过不去了 但是菜要运出去 他们冒险人力搬运 这些菜 他们还得冒雨 穿着鱼衣采收 菜园里苦中作乐 走过那个崩塌地出来 还要经过那个平静桥 那个崩塌地就对了 对对对 杜达民隧道 高丽菜连力搬运出来之后 集中上货车 还得挑灯夜站 天色黑了 带着头灯 一栏一栏搬上车 山路湾区狭载 夜间开车更是危险 工所队友在做一个抢工 但是有时候肯定 不急急 因为他们那个菜也很急 要送出来 不几个摊放地方 他们就卡到铁 他们也不敢挖 这是仁爱乡平静桥 另一头 多达村的农民 高山高丽菜收成路却断了 想方设法要运下山 多达村目前有10户 大约50人 其中3户农民 估计要采收的高丽菜 有数公顷 现在高丽菜产地价 一公斤80到100元 就怕错过采收期 等不了路通再来 灾后重庆工作还在进行 因为下雨影响了进展 民众投文说 如果希望政府帮助我们 不如靠自己 南投仁爱乡 勇士们加油 TBS新闻陈家贵 吴淑萍 南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CBS新闻网站 CBS新闻网站 CBS新闻网站